好,再来看柴窑,柴窑磁寺的话,男孩子来问啦,他用柴窑磁寺,基本上,如果说他已婚喔,他是柴窑磁寺的话,除非他那个窑是空王,否则的话,他们不管在草的夺凶,两个夫妻还有住在一起,对,还有住在一起,可是如果说是空王,那就是说,你们两夫妻可能分居,或者是说可能,没有不同床啦, 如果是入幕库呢,就是入幕的话,就是说,这个你要分啦,有些时候不见得说他入日幕,入日幕知道嘛,比如说他的财是隐,对不对,可是呢,比如说他财是隐,结果未日的时候,他是不是入日幕, 木的话,我们是不是代表什么,隐藏,对不对,代表老婆目前必不见面,或者是说,你来问这一个字卦的意思,是不是,再找说你老婆到哪里去,因为入幕库嘛,就会比较有这个现象, 就像,比如说,我要来,举个例子好了,我想要去找那个李老师,但是呢,我先补一个卦,我补一个卦呢,结果硬方嘛,就是说我想要去找这一个人,结果看他在不在,结果他是入幕库的,代表你去,能不能见得到他, 对,对,道理是一样,对,目前见不到,那就是什么时候才见得到,就是冲,冲出那个木库的时候,你才能见得到, 好,再来观鬼磁士,哪一只来谱婚姻有关的,观鬼磁士基本上就是得位,尤其是,他那一个窯,观鬼那个窯,又是羊窯的时候,观鬼, 对,他是羊的,又是更得位啦,这个前面有嘛,我们就是说,你才,持阴的,观持阳,有没有,这叫阴阳得位,这叫什么,情色和民,有没有,可是我们现在来讲,你如果这边是阴的,这边是阳的,古代会定位这样不好, 可是我们现在不能这样讲,因为现在就是说,女孩子可能,比较有主见,但是有没有两个,就是说,还是有嘛,因为有阴阳,男的呢,可能就是比较柔一点, 那女孩子可能个性就比较刚烈,比较强一点,可是还是两个合得来,不能说这样子就不好,但是古代的卦书会认为说,诶,这样子好像女孩子太强, 有点说,七零什么夫啊,对对对,会有一点七零的意思在,比较会有这种状况,现在的话不能这样论,现在不能这样论,因为现在男女平等啦,对呀,昨天我还要看报纸,就是说,我们台湾的那个女性主管,有没有,其实在世界上已经算占蛮高的那种,就是说比例啦,女孩子占主管缺的已经算蛮重,所以现在不能讲男女平等,要讲女男平等喔, 所以一定要先,女士再先生,不能先生女士喔,要不然会被人家抗议喔,好,再来看女占,女占父母辞士喔,一样是新老,一样是不要小孩,因为你父母辞士一样是克子孙嘛,对不对,所以也会有这样子的问题,那父母辞士喔,男女都一样,可能呢,比较想说我结婚的时候要有自己的房子,父母要嘛,对,那兄弟辞士的话, 比较代表是多剖则不顺,兄弟姚,我们有讲过喔,女孩子如果是兄弟辞士,她是不是克妻?那女孩子你不能论她克妻,代表是什么? 克才? 不是,她不想当妻子的角色 不想? 对,她不想要这段婚姻,把她自己的地位给克掉,啊,兄弟辞士的女孩子来讲的话,基本上,都是为了什么而离婚,你知道吗? 钱钱 对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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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可能都是为了钱,就是说,经济不好啦,那再来就是看妄向修求,这个就要去分喔,如果说她似姚持兄弟,有没有,她可能只是修求的,就是说她不是很妄,有没有,她可能在来问这个卦的时候,她有这种心态,她有这种想法,可是如果是妄向的话,她就是很强烈的,不想要当妻子的这个角色了喔, 这个时候,你讲话,你就可能要稍微,注意一下,她可能就是来找你背书了,反正我回去,我就是要离了,啊,来问看看是不是离好? 注意